大家都是行山的山友 行山友一定不可以做 就是不可以飲用溪水 或者山水 山水裡面含有很多 細菌 或者微生物 如果不幸運 有隻叫做歐端螺旋體 的微生物 它會經我們的食道 或者手腳有損傷進入 當我們手腳有損傷 其實我們不應該在溪水或山水 更加不適宜飲用溪水或山水 除非你是過濾了 或者直接由雪山流下來的水 它沒有經過動物的污染 我們才可以直接飲用 這隻微生物會引致我們的頭痛 腹痛 嚴重不適 可以令到我們進入深切治療 最嚴重的可以引致我們的腎臟衰竭 甚至死亡 這隻微生物會引致我們的腎臟衰竭 也會不會引致我們的腎臟衰竭 也會不會引致我們的腎臟衰竭 我一天走傷心 期待光能到 現的夜天來到 陽光 撒木 太陽太陽 給我希望和光芒 無論何時何時 你總在身旁 至少 騎野水來臨 談我 感謝觀看 記得訂閱香港背包 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